如果评价杜兰特好友麦克尔詹姆斯说 库里打球只有一种维度 离开勇士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麦克尔詹姆斯 他这个 要不就是这位球员 现在在MBA基本的后面下去 篮球智商相当的偏低 打球时也能看出来 就一个工具人在场上 而且没有什么情商 智商也低 球技也并不突出 当时那会长期昏聚欧洲 在MBA回来之后 他没打过机场比赛 正经比赛没怎么打过 这东西你得问谁最有犯权的 不能问他这样的 你得问一些啥呀 真说球员站出来说话的话 因为球员呢 他本身是同场竞技过的 你得是大量长期接触的 你得问谁呀 问勒布朗·詹姆斯是最有效的 因为詹姆斯跟库里 两者之间正八九失少了四年 四次交锋 而且是连年交战 这种彼此之间的相熟程度 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人 这是勒布朗·詹姆斯 你得问这样的对手 人家眼中 才能够分辨得处 是非取止 到底对方阵线当中 谁最可怕 张老师之前接受采访讲过 他跟泰鲁是统一口径 一个说法 泰鲁讲的是 我们球队 限制勇士队啊 第一目标 永远都斯顿库里 打了四年 交手四次 永远都掐斯顿库里 把他摁住火力 这点至关重要 一旦摁不住 那么这个系列赛容易崩溃 坎多兰特呢 防守他 都是落后于防守斯顿库里 这种这个战略方针之下的 防库里是战略 排在第一目标的 必得掐出库里 那你不可能说 第一个维度啊 麦克尔·扎姆斯 他动啥呢 因为他是球员 对不对 球员你要说评价 谁更有效呢 就得是扎姆斯 这样的说法更有效 如果是媒体人的话 你重览全局 对不对 宏观评价 那媒体人 跟媒体人不一样 球员呢 你得可听哪种球员的 真正交过手 大量交手的 你得听这样的 那麦克尔·扎姆斯 不是这种球员的 所以他这个话呢 取信的这个权重啊 是非常低的 扎姆斯的话 如果说他谈论斯顿库里 十句里 你能听九句的话 麦克尔·扎姆斯 就是一万句 你能听半句 也就是这样的 本身没什么演技 就这人 差点 所以说库里是一个维度啊 那利拉德几个维度呢 对不对 样子评价是利拉德几个维度呢 克里斯·保罗 保罗是几个维度呢 扎姆斯·哈等 几个维度啊 你自己几个维度呢 对不对 包括跟你同队的大哥 卡文德·兰特 当年拜于斯顿库里之下 他几个维度呢 对不对 你讲一讲 你像麦克尔·扎姆斯 他这种这个言论呢 这种东西是挺恶心的言论 怎么个恶心法呢 就你不换队呢 他就说你是体系球员 你换队呢 他就说你是流浪王朝 就这么个讲法 就是两头堵的 他只要说看你不爽 你无论走退是哪条道 他总有话 你不就这样吗 你要没换队 他就说你是体系球员 你无法自证清白 对我咋自证呢 我为了验证你的话是错的 我得换队啊 这就无理要求嘛 你要说你不换队呢 你没法反击他 他说你就在勇士豪死 那你咋回击呢 我确实我直接上下 我就为一只球的效力 你没法回击 反正就这种言论 就不太值得一搏吧 没啥意思 都属于是无理取闹性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